大家说起兰花 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家的兰花养得旺养得壮 不过就有很多新手 这个时候夏天了还没有发现一颗牙的现象 没有发现一颗牙的现象 还有可能就是没有给它急需补肥 没有急需补肥就造成它养分不足了 攻击不了了 就导致它不长牙的现象了 那么这个时候夏天了 也是它的生长时期 生长期期最好是给它自然的补补肥了 首先说一下我这盘是怎样养活出来的 我就把这些方法气球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家的兰花养得牙比较多 首先第一种肥就是这种磨肥了 磨肥它最大的特点 放太多也不会造成肥害的 半年放一次 它的肥效依然是那么的充足的 而且它不容易容易水 里面含的粘元素 美元素是特别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生长期的兰花使用的 使用方法特别简单 如果栽种夏季一段时间的兰花 没有出现长牙的现象 可以用到一根竹签 往花盆边沿 搓一些小洞 每一个洞放上一粒磨肥 像这种小口菌花盘的话 一般粒盘都是放上七到九粒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养分充足了 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 就是半年的时间放一次肥就可以了 另外呢 在给它放肥的同时 可以参合一些兰科专用水 用营养液作为浇灌 浇灌下去之后 结合抹肥的作用下 它把里面的一些有余火金 通通挥发出来之后呢 根一旦接触到了 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 就是在我们给自家的兰花浇水的时候呢 参合进去一起浇灌就可以了 五比一千的比例 使用硬鸡料的话呢 三到五天的时间浇灌一次 远鸡料七天时间浇灌一次 因为营养液里面所含的 有脂质成分 氨基酸成分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兰花脊物浇灌是比较好 比较方便的 特别是在这个夏天呢 咱们在给它浇水的时候 沾合少量的进去一起浇灌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下次再见